你们在创作的时候 你们会考虑那个每个影片的 制作成本跟预算这件事情吗 有业配的话就不会 有业配不会 就不要超过那个就好了 对 你说不要超过厂商给你的钱就好 对啊 你自己做过最大 成本的影片 就是去 花多少钱 快30万嘛 30万 钱都花在什么东西上面 我们去罗马一趟这样 去这就罗马金睛 对对对 他本来只是叫我们说 你们打一下可能在顶楼之类的 我们就不行要打 我们想去罗马打 然后厂商也觉得说 这跟我们有点像 只是我们做出来的东西没有那么酷 他就觉得算了 反正你们自己OK就好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你们就把业配的钱 全部花掉之类的概念 反正很爽吗 算不错算不错 对对对 做这件事情 大家会坐下来讨论吗 就说好 我决定想要去罗马一趟 然后大家都sure这样 也也也没有 甚至不算讨论吧 是你决定吗 就是要不要 我们干脆直接去罗马 哦好帅好帅 就这样就结束了 其实就讨论了啦 对对对 大家有说帅 就是说不行啦 对啊 对啊 很酷耶 那你们开始赚钱的那段时间 你有曾经迷失过吗 因为你都很chill 然后都觉得钱不是最重要的 可是突然来了这么多钱 突然来了这么多钱 有没有迷失 你自己 你说因为钱迷失吗 对对对 是指变得太花钱之类的吗 乱花钱是一种 嗯啊 或者是做一些以前从来不会做的事情 或者是会觉得 其实赚大钱也很重要啊 这种 哦 赚大钱我会觉得蛮帅的 其实 像我以前有点 小小的仇富 OK 不是 我觉得没有小小啦 对对对 大大的仇富 大大的仇富 然后现在会觉得 好像 这也是展现你的魅力的一种方式吧 我不知道欸 对啊 就老了从左派变右派而已啊 真正常每个人都会这样子啦 就 就觉得说这是一种 不要因为人家有钱 就不爽人家这样子 就是这件事情蛮不对的 你是 后来心态上有这样的 后来心态比较是这样 就是 就是啊 他有钱 很值得尊重 而不是有钱就是坏蛋 这样子 OK OK 那你们开始爆红后 那你有一阵子讨厌自己吗 有有有 算是有 讨厌自己 算是有啦 可是 因为那时候就一瞬间变得 还好像我也变成 你以前讨厌的那一群人的感觉 对 然后我 好险好险 那个时候乐卡有及时制止 哦 就是 怎么说 那时候我们爆红的时候 然后我们两个就是 又在想新的剧本 然后那时候我们知道 我们已经爆红了 嗯 然后我们想要 对于这件事情 有一个批判吧 大概是这样 那么就写了一个本 其实 我到现在印象有点模糊了啦 可是最后的结局是 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来形容 就是有一点 嗯 莫名其妙的攻击 其他YouTuber吗 或者是 其实爆红的人 哪有的没的 当然我们在写的初衷是觉得 我们在自嘲 或是攻击自己 然后我们自己都觉得很棒 然后差点就要拍了 好险他有制止 所以干这个还是不要好了 对啊 欸为什么 他理由是什么 他那时候是用什么样的理由 跟你说服 就觉得好像这样有点太屁了 就是好像 反而变相的是在炫耀我们红了 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 嗯 就是这样子 这个行为太屁了 还是还是先制止好了 那你们的脚本 每一次都会有类似的讨论状况吗 因为你们一个月 大家没有说好 可是莫名的就决定了 只拍一支片嘛 所以那支片 变成说内容上相对会比较重要 因为你们没有其他的可以换嘛 但那你们决定说 每个月出来的内容是怎么样 走什么方向 嗯 没有欸 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有点 都是你写吗 没有没有 都是一起讨论 一起讨论 对对对 都是都是运气运气 就是 就会不会这种其实就是看运气 嗯 应该说是会不会用这个本 都是运气运气 然后其实说真的超不科学的 我们可能只是今天我们三个人 刚好心情都超级好 明明那个东西超乱笑 他就好酷了哦 可是只是可能只是因为我们心情好 那会不会就是写好 可是开始拍了以后就说干 干 这个脚本怎么都烂的 哈哈哈哈 应该会发生吧 蛮常发生这种事 可是 呃 因为我们真的默契很好 所以我们在调说 啊那要怎么改很快 对对对 将在那里的话不会到很很很惨这样子 我们可以很快说 啊不然你讲什么我讲什么 我们在这边改这样子 那你们这样子从写本到拍摄总共需要花多长时间 现在 现在嘛 不一定没 就是快的话搞不好两个礼拜吧 嗯 哦这样子要两个礼拜哦 我们剪辑其实不算特别大的工 嗯 就搞不好手机当下拍拍然后放在一起就好 嗯也不会啊还是习惯用电脑 搞不好手机也行 卡卡然后放在一起 哈哈哈哈 自动剪辑 就是我们不习惯用手机对 跟可能电脑比较顺这样 所以你的整个过程需要两个礼拜 所以你们讨论本跟写本 大概都需要多长时间 嗯 就是差不多一个多礼拜 哇 一个多礼拜两个礼拜 等一下你们一个多礼拜两个礼拜是 一天八小时认真讨论还是就 一个小时剩下时间都在喝啤酒 哦没有啊就是 哈哈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大概 就是一个礼拜会见一失眠 所以是一个到两个礼拜 你看吧 我都知道 干 哈哈哈哈 可是这样算 这样算不对吗 我不知道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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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自由业 因为大家工作方式不一样 对自由业 对 这真的是自由业 你们需要剩下六天给你们养分嘛 你们才写得出那个东西 可可能吧 我也不知道 没有我只是在帮你说话 哈哈哈哈 那如果你觉得最近都没有灵感 你会 比如说特别出门找灵感吗 还是你就是坐在家里 就会有灵感的那种人 嗯 我觉得 以我们频道来讲 其实我们只要坐在一起聊天就有办法 因为我们很知道要乱丢什么话 就是我们已经熟到说 比方说 可能后面那边有一排书吧 有一个叫战争游戏 我开始乱丢 战争游戏要干嘛 还是战争还是游戏什么的 所以宋四三姐妹 我们就一直乱丢 我们只要乱丢词 我们自己就会有那个sense 这个好像可以 然后再往下去想 比较像是这种感觉 就是默契蛮好的 那你们会有哪些主题 你们会跳过不碰吗 像是什么政治啊 什么LGBT I don't know 主题的话 与其说不碰 不如说兴趣没那么高 就有点像刚刚前面讲的 就是我们讲这个会不会有点太自以为是了 就可能我们也想讲 可是我觉得 我们的状态讲这个 好像有点不帅 就是太自以为是了吧 不帅 帅跟自以为是 有时候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啦 对啊 一点点自以为是蛮帅的啊 是啦 对啊 但就觉得 觉得 有点像小孩开大车吗 或是什么不确定 就是会觉得这样讲的话 好像不太 对 不太适合 你自己有没有什么很想讲 但现在 其实都还没有 好好的写出来的 嗯 很想讲的嘛 嗯 其实我个人倒还好 我其实 虽然我们频道蛮常被人家说是 嗯 在讲一些 呃 比方说 思想还是没的 对啊对啊 感觉很高大上欸 对啊 很不帅哦 思想上的批判 社会议题的讨论 很有深度哦 但我个人来讲 其实我没有那么 在意这件事情 嗯 我 我其实 我们会这样做的原因啦 只是因为 这件事情是 我们聊天的话题而已 啊 如果我们刚好 不是聊这个 可能我们喜欢聊的是 呃 赛车 那我们这频道 就会变成一个 拍赛车 但是很好笑的短片 只是因为我们刚好那一段时间 很喜欢聊这些 酷酷的左翼思想 我们觉得很好玩 然后觉得很好笑 然后这是我们聊天的养分 嗯 对 如果那个时候我们刚好喜欢聊 什么 啊怎么把妹 嗯 我们就会变成 啊把妹频道 只是蛮好笑的 用这种拍法 对 像我个人会在意 我会蛮在意就是 诶 那怎么样会更好笑 嗯 其实其实我自己是蛮在转眼这件事情 那你怎么样决定什么东西 可不可以开玩笑 有没有界线 有没有界线哦 对啊 嗯 其实我现在好像也不太想高高高的 也不太清楚 有没有界线这件事情 就你自己内心没拔尺啊 因为最近台湾很多人都在讨论 说什么东西可以开玩笑 什么东西好不好笑啊 什么东西 那你们自己是怎么抓这条线 嗯 我们自己 我觉得相对算好抓 是因为我们是戏剧的环境 我们可以创造一个超级政治不正确的人 他可以讲任何最烂的话 嗯 只要最后的剧本 他得到报应就可以了 呵呵 我们我们只要这样设计就好 其实对我们来说算相对轻松了 哦 对对对对 嗯 因为如果是像你说 假设是脱口秀的话 嗯 没有那个演戏的场景 其实就很难分辨 对他那个 他的意图到底是什么 对对对对对对 就就比较不好分 可是大部分人比较好分 就是我们的这个环境的话 嗯 哇这这倒是一个 很好的解法 用戏剧 嗯 可因为这就是不同的创作方式 对对对对 不同创作环境 那你为什么会这么 一直在纠结东西好不好笑 你没有想过说拍一个 令人省思 然后想很多 安静的收尾的概念 懂的意思吗 就是都没有让人家笑 就是让人家一直看一直想的 呃 为什么你会那么在意 我们频道有尝试过这种 然后其实我们也蛮喜欢的 可是他的基于还是在 本来就是很好笑 然后故意给一个不一样了 嗯 那为什么不拍这个的原因是因为 呃 我我自己对 创作这件事情的想法超级出钱 就是我会觉得说 发人省思是一种情绪 然后你可能看了想哭会是一种情绪 然后你看了会都是一种情绪 嗯 笑也有一种情绪 没有谁高谁低 嗯 然后我喜欢让人看到 啊 你笑了 我可以知道好你的情绪是这样 就是这件事情我很出钱 我很想知道这样 然后我觉得各种各样的情绪是 没有高低之分的 不是说我今天看了一个很无聊的 呃打染趴的喜剧 啊笑笑笑 跟我看了一个呃 maybe啊什么什么什么 金石奖的片 啊我觉得啊好难过三天 我觉得我觉得没有高低之分 我觉得都是艺术 那我觉得如果可以看到你直接笑出来 我可以知道你的情绪 我觉得这样很棒 对 所以我很喜欢就是 就是好笑这件事情 那除了拍短片 在YouTube上 你有想要说 做比如说现场啊 戏剧啊 或是其他形式的搞笑方式吗 前阵子有尝试去讲OpenMy 哦是哦 好酷哦 嗯 然后 发现蛮难的 就是真的完全不一样 节奏完全不一样 对 对 就是怎么铺陈啊 有的没的 哎我觉得超好玩的 所以你会想要继续试吗 我现在还有再写一些 之后再去 之后再去试试看 你上一次讲是什么时候 过年吧 哦那蛮近的啊 是最近的事情 对 好酷哦 可是如果你很习惯 跟你的好朋友们 一起这样讨论 你有没有想过可以 比如说两个人 或三个人一起 就不一定要一个人 一起上台的意思 对啊对啊 或是慢踩路线之类的 不要 因为我们已经太 这件事已经太亲密了 不要再这样了 哦 对 不要什么都黏在一起 对啊这样不好啊 嗯 你们一个礼拜见一次面 我也是觉得也还好啦 是吗 哈哈哈 你们除了真的开会之外 不会再约吗 不会 可是你们原来就是好朋友嘛 对不对 不会出去玩 不会 你们怎么认识的 我们是高中同学 就是那时候太多了 是因为成功以后 就刻意不要一直见面了 嗯 也没有刻意欸 就也没什么理由 就比方说今天发生一件 超级开心的事 啊我就知道我下礼拜 就看到你啊 我再讲就好了 对啊 所以也不会想说 把你们开会的过程 录成 behind the scene的podcast 什么之类都没有 有想过 然后有 对因为感觉你们聊天 应该是非常有趣的 嗯 有尝试过 然后效果超级差 因为不知道的人听不懂的发生 我完全听不懂 然后我们沉默的时间 其实比想象中还多 对对对 然后 不剪辑就对了 对啊 还可以那么剪辑 还可以剪辑啊 哦我没想到欸 哎呦 废话开会大会沉默 我没想到 我没想到 他在搞笑吧 我以为你在搞笑 没有在搞笑 没有没有没有 我想说我试试看 就是直出这样 是有多烂 因为我觉得你对搞笑 然后那个执着就是跟我身边就是 对戏剧演员都很像 对啊都很像 只是表演形式不一样 算是 嗯